大家好,今天是6月17日星期四 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今天低開高走 當然最大的左右大市因素 就是加夜美國聯儲局方面的議息會議公佈結果 利息不變,不過點陣圖顯示 2023年加息兩次 比起市場原先預期當然為早 見到美匯就抽上,知識就抽上 金就抽額,股就抽額 不過股老實說是否跌得多 加夜納指也跌得少過道指 似乎是否真的不太害怕呢 恆生指數金做低開可以高走 A股當然不跌當幫忙 但情況是在於科技、新能源、汽車等 跟市場情緒帶動的板塊有得盛亡 我覺得市場可能耕貌一些 就覺得兩年之後加息 反而陰買減少了 儘管看看股生指數有沒有機會 站穩28,400,000 看29,300,000 當然不可以過份樂觀 只不過是看區間頂位 至於板塊方面 繼續留意剛才所說的科技 今天芯片半導體起動 有國策 手機股信譽都強 儘管看著科技可否上方 挑戰8,300點